看到最新的这个盖洛普民调 等一下我们还有其他的民调可以分析 强哥你看这里有支持度 有看好度 还有所谓的满意度 那以现在萨喀都支持度 这个赖清德赖萧佩 31.01跟国民党现在目前的正义组 30.94 这差距多少 0.07啊 怎么这么接近 然后呢 那看好度的部分 还是看好 民进党胜选的居多 47.27 那国民党这边是23.27 有差距的 但是民众党这边呢 是只有剩10.99%了 差的真的蛮多 至于满意度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谈 我先请教一下 强哥怎么看这个数字呢 首先 支持度是看好度的一个领先指标 支持度会先反映 才会反映到看好度 那看好度跟支持度最大的差别 就是支持看好度会跟未来的气保有关系 如果说他真的非常看好 有些看你看看好这个那个赖销的人 还是大于支持赖销的人 所以中间有一群人他不是支持赖销 但他看好赖销 所以看好度可能这一群呢 因为他觉得说他可能是这两边的支持者 但他看好赖销又不想赖销当选的时候 他可能就在这两边气保 所以看好度他是跟气保有点关系 那支持度的话 你当支持度看好度为什么赖销会有那么大领先 很正常因为前面都是他们嘛 而且前面基本上一般我们认为说 蓝白和大体上就会那个胜率就会变很大了 但蓝白不和在本来大家在讨论当中就认为是非常难赢 可是现在因为这个侯康佩出现之后 你就发现气势如虹嘛 所以四季上升之后 现在几乎所有民调都几乎打平 而里面不但打平 接近打平 还有一个很特别线下特别主意 就是赖销德地板被攻破了 赖销德大概之前民调上看有些到四成 四成多的民调都有 最差大概普遍 当然极端民调不算 但三成五算是比较差的 三成四比较差 可是现在很多民调可以三成一三成二 都是三成边缘 对三成边缘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赖销德的地板被打破了 那我跟大家讲数学是这样 本来我们在说蓝白合不合的问题 最担心发生四三三嘛 就赖销德四成 然后那个侯友宜跟柯文哲各三成嘛 可是如果赖销德打到三成三的话 那我跟妳讲 那代表什么 三成三三成三三成三个都三成三 一定有一个三成四嘛 所以代表说 无论如何就有一个在野阵营会赢 所以他如果能够被打破地板的话 政党轮迹是不用靠蓝白合赢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民调的打破地板 那第二就是说侯康佩确实也打破了他天花板 你看这段时间侯康佩其实从五一七 侯康佑的民调开始走向走低 一直到最近就是侯康佩出来说 整个就开始大幅的翻身 所以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也打破这半年线的那个低点 所以这两件事情看起来是 我觉得是个喜讯 不过呢 还难讲 因为我觉得民进党接下来就会出手了 刚才讲了一份民调了 还有民调呢 听听看上次的意见啦 看联合报的 赖销31侯康29够近了吧 柯营21 差距逐渐在拉开哦 老大老二很接近 然后呢老三一直一直就开始好像上不去了 甚至在往下 这是叫做被边缘了吗 然后呢再来观察的是这份民调当中 当然他还有里面的细分的内容 也值得来探讨 另外一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好了 汇流民调公布的民调呢 是26.6%是支持侯康配 但赖销配还是领先 多少 36.8%在这边 那柯营配 我们讲柯营配 26.8% 跟这个侯康配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所以呢 照现在目前来观察的话 侯康配看起来确实在 目前来讲气势不错哦 上至 侯康配确实气势如虹哦 真是确实的 当然容我还是忍不讲一下 我是讲大白话 因为刚刚盖洛普的民调 因为他董事长就赵少康 所以我不能说他不准 可是说这个东西是 我还是强调的部分 是我在看民调 在今年的民调当中 大家非常小心看 第一件事情的民调是机构效应的部分的问题 第二个部分是 你要看民调当中 所有只要采样 比如说权势化 权势化你调查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老人嘛 老人在家里才会接电话 权势化的民调很恐怖 就是说你最后接到年轻人 可能极少 于是年轻人的比重 他就被你加权 乘以一乘以二乘以三 所以那个很失真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 以联合报跟惠罗民调 我其实对比联合报 跟TVBS民调 我个人 是在每年当中来讲 我是比较注意 比较会来参考的 对那基本上他们就是 而且我要表达 为什么他跟惠罗民调差别 联合报的民调当中 视化跟手机的部分的比重 是平均的 但惠罗民调当中的 手机比例会比较高 所以惠罗民调当中 会体现比较多年轻人 真实的部分的支持率 所以当然我要谈的部分 主要是联合报民调 我讲这次无论如何 到现在为止 因为侯康佩国民党的部分 其实如虹 我们简单讲 应该就大概就30% 31%左右 我们比这个东西来看 那大概都是这样 但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我们还要观察 现在应该就是 国民党最高点的时候 因为现在真的是气势如虎 但如果30 31% 就是这个天花板 你没有办法扩散基层 到中间选民 年纪选民再拉过来的话 可能就到这里 这个是危机 所以我不是在看衰 或者是在做乌鸦嘴 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个东西的厉害 跟了不起之处 就大概就是柯文哲那边 原来大概有六七% 左右是从蓝银 跑去支持柯文哲的 那现在这一波全部回流了 但是也就这一波了 所以现在这个部分 你要如何扩大 那现在柯文哲 当然此刻是最低点 但是也要注意 柯文哲现在 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没讲 柯文哲 他的年轻人基本盘 还有我们看 所有民调的交叉比对 40岁以下的选民 也就40 30 20 这一头还是柯文哲 遥遥领先 对 至少以这份联合法 遥遥领先 不止不止 包括先前TVBS的 所有全部都是 而且TVBS的很恐怖 TVBS的部分 在第一时间 24号到26号当中 40岁以下的部分 尤其30 20岁 侯康佩 甚至还跌到只剩8% 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这里头 一定要注意蓝银的部分 不能现在就很高兴 觉得就怎样 30或31 是不是你的天花板 你现在接下来的政策诉求 如果除了把蓝银 现在叫回来 你不能就继续只在自嗨 你要怎么样思考 有更多的政见 思考更多的短视频 等等之类的 你不能只用回到传统 在基层各县市造势 这个年轻人不看的东西 要知道现在所有的蓝银 已经绝大多数 都在力挺侯康佩 已经积尽全力了 但是这个部分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热腾的效应 台湾是这样子 你不可能一直高嗨的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所以我认为现在要看看是不是产生气宝相抑 蓝银会不会冷却下来 包括柯文哲这里 有没有可能会回一温一点点 即使现在看赖心得也要很谨慎 所以现在这当中 大家在蓝银当中 他很高兴没有错 而且其实我想跟之前我们刚刚广告也聊 北台湾的部分气势非常强 可是真的中南部的部分的蓝银的支持 当然那边当然是本土为主 蓝银的部分就很明显 没有像北台湾这么热 所以你要如何把整个那个热度提起来 那么这个部分要如何维系 刚刚还要再讲一遍 我今天节目好像讲到十遍了 基层跟中间选民不能没有招 方方面面都得要提出 否则一不小心31或30%变成天花板的话 就真的有点麻烦 这样子没有办法赢过莱清德 是的确你看都说 这个柯文哲到时候 如果他的民调直直落 那就会产生一个气饱效应 那他的票会转到谁 他说到蓝这边吗 好像比较难 是不是到绿的这边比较有可能呢 很多人说是真的是这样 但尽管是如此 尽管是如此 你看民进党方面赖萧沛 现在虽然是领先 可是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 就说现在你已经看到了 侯康沛的民调已经是上来了 那所以他们当然都是觉得值得警惕 那我就先问 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 一定要赶快棒打出头鸟了 所以要赶快盯住赵少康了 觉得说就是因为赵少康的加入 所以让这一组开始气势上来 所以开始就是说 是不是要用NCC的力量 来去查来关切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中港的这个董事长赵少康 现在是不是开始要让他有压力 这是民进党接下来要出的 这一个重要的招数 来请教一下历史哥 我觉得赵少康现在心态就一个了 叫吃吃饭等你 就是说我就坐在那边吃吃饭等你 就说我就在那边等你啦 等你来为什么 因为NCC的问题我们正愁没有破口打他 为什么因为关注度太低 不然NCC这阵子我想啊 这个玉琪姐非常知道 太夸张了扯淡了 哎三立去并中家案 都不用解释吗 NCC主委陈耀祥自己是主持人 扯到爆 但是因为当时因为都在炒蓝白啊 炒其他议题基本上就分散掉了嘛 到现在处理了没有 进电视陪委的案件 后续都没有出来 这最好就是来检视 为什么因为赵少康一定很清楚吧 今天要辞不要辞 有关键嘛 其实从那个法令来说是不用辞的啦 那而且他还请假了 这点我可以证明 因为我早上在中广做广播嘛 周一到周 最近赵先生的这个办公室都熄灯状态 他真的没有在中广 他只有比如说借用中广的场地 所以他有切割开 他已经开始去跑行程了 他的竞选的总部就是 在他们进办里面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 就我刚才就讲了 民进党现在就是真的躺太久 所以现在眼睛不知道打什么 拔剑事故心茫茫 我心里发慌啊 所以他现在不知道打谁 所以是这个关键 那回过头来 为什么民进党那么紧张呢 因为我们之前讲 这个有一些这个算是说 柯文哲的支持者柯粉 他很气说 哎呀怎么传统媒体 好像这个蓝的绿的近位分明 就没有白的媒体 当然因为其实媒体 也是反映现有社会结构 所以自然而然 没有这个所谓的 白的媒体的空间 因为讲白了 白也没有执政过啊 不会有一个相对的空间 虽然讲起来很悲哀 说媒体一定要分颜色吗 但抱歉 这是社会的现实 你接受不接受与否 没办法改变这个现实状态 好 那我们就这个现实状态来谈 他们本来气的是说 蓝绿一家亲 蓝绿夹杀白 但其实现况并不是这样 从民调的结果 从民调的细项来看 比如说我们随便举这个联合报的细项 其实是什么 是蓝白夹杀绿啊 大家都没有想到吧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本来蓝白核的关键是什么 刚才上这个分析就是 年轻人这块是白银的强项 而四十岁以上 我们所谓的经济选民 或者是中壮选民以上 基本上它是属于蓝银跟绿银的传统地盘 我们从那个民调分析 不管是汇流的 有细项的 我先讲有汇流 不管是汇流的 不管是联合报的 那不管是近新闻的 我们就拿联合报来看好了 因为联合报是手机跟视话都有 所以从它的分数 而且它分数也比较多 我记得是框金一千三百份 所以准确度我觉得会再高一点 好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到三十九岁 侯康佩是十四% 赖销配是三十% 然后呢 赖销配是二十八% 看清楚了 所以确实绿银很强 强过国民党的一半 一倍 但是柯银配只有四十一 柯银配有四十一% 非常的高 比之前还高 等于说在白银 在所谓军月事件之后 非常气愤 气愤情况之下呢 反而浅绿的磕粉 它本来由于在绿色跟白色之间 它高度的去挺阿伯了 我们就是要泪挺阿伯 阿伯的这个 反而是我本好心给简讯 无奈简讯被猴念 这样很气嘛 所以他把它给这个转换过来 那再来呢 四十岁到六十岁 因为像是惠柳 他是四十岁六十岁 他是完全合并成一个区间 那不管这两个区间 我们都看出同样的 比如说呢 四十到五十九岁 侯康是三十四 赖销是三十二 柯银十六 哇 巨匠 同样的趋势在惠柳里面 也是一模一样 再来更扯的哦 六十岁以上 其实这是占台湾 目前人口非常大的量 三十九 侯康三十九 赖销三十二 而柯银剩五% 结果这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 蓝白反而分时的 原本绿的那一块 也就是说 浅绿的往 年轻的浅绿的 它可以移动的 它就往柯去集中了 而且因为现在柯 柯阵营的做法 黄珊珊就是 军力撞打下去 你看大家都怎样 一起笑 一起哭 一起背阴谋 所以那个会有一种 很强的集体优惠意识 同仇敌忑 有点像当年 韩国瑜要打败 这个郭台银的时候 召唤韩粉的情绪 但这个当然有风险 进来就出不去 出去的也进不来 就是他没办法流动 但他会固化 那同一时间 我们看到四十岁以上的 这一块区间呢 所谓的有经济选民 扛世代 比如说我现在慢慢进入这个区间 因为现在小孩 上有老下有小 很累的时候 那我们很在乎经济 我们很在乎治国能力 那这个时间就会凸显出 这是一个团队 就国民党确实是有团队的 你现在国民党有三巨头 就是侯友宜 赵绍康跟韩国瑜 那这三巨头你很难打 他就会变成说 有一个团队 那大家就会有移动过来 所以其实是 蓝白夹杀绿的状态 所以赖清德他一定是 一觉睡醒想说 嘿嘿嘿 对不对 我要继续当赖唐 就一直 民调怎么开出来变这样 这是一个关键 好 所以我先问一下强哥 所以其实都知道说 现在要想办法去抢 游离的选票 中间的选票 或甚至是年轻一点的选票 因为这看起来 目前确实是 蓝营必须要努力的部分 那怎么做呢 你说现在蓝白和蓝白和去讲 接下来其实呢 我网络你的人才 我其实还是可以有 借重你的能力 用这样的呼喊的方式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听到 蓝营这么说了 是不是有用 那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应该正确来讲 就民调起起落落了 就刚刚上次也有讲到 你就回看 今年年初的民调谁最强 胡友宜 对 哇那是一只独秀 说其他 尤其柯文哲被踩在地上摩擦碾压 十几% 对不对 然后赖清德也很惨啊 对不对 可是你看 其实胡友宜就是517开始翻的 也很奇怪 517这个中常会提名他 那天开始翻盘的 本来前面都是第一名的 就那天翻盘 翻盘 你看517到现在已经半年了 对不对 半年才又风光的回到平手 可是不要忘了 今天年初他是第一名 对不对 所以政治前的一寸都是黑暗的 我自己在走在基层 很明显确定就是说 确实蓝军士气大正 然后所以归队效应很明显 所以那个柯文哲 他本来可以拿到蓝银的票都跑掉了 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这个现象 它会是持续的现象吗 其实我觉得有待观察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也可以看到说 基本上 事实上我们其实在这一波里面 有一个代价要付出 就是说 为了要快速集结蓝军的过程当中 有些东西的做法 可能中间跟选民跟年轻人 他可能增加他们的仇恨值 比方说是跟蓝白在对立的 那个过程当中 所以你如果说今天要化解这个东西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我是认为要做冲突管理 蓝白蓝白永远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在野党 所以都有一个基本的职责 就是要政党轮替 要监督执政者 所以我举我自己例子 事实上这个 他们蓝白都去做总统 副总统登记之后的隔天 那时候是炒最凶的 不只是登记 是炒非常凶 一个拿关刀 一个拿杖包蛇 然后开始搓搓搓 所以就惨翻了 张飞打关公 就开始开砍了 结果我隔天 我是很早就排要去帮蔡壁如服选 是啊 我的幕僚真的问我一句 杀成这样你还要去吗 我说当然要去啊 而且更要去 这个时候一定要去 为什么 我觉得你不能让这个 所谓总统这边的战火 延烧到所谓立委层级 为什么立委不要忘了 立委跟总统是两个 都很重要的战场 那立委这个战场 就是明讲国会不能过半 所以总统这件事情就是 蓝白总统各自登山 但是立委这不是 蓝白立委怎么样 可以并肩作战 所以尤其是在一些示范区 像蔡壁如的示范区 他是指标中的指标 对手是蔡其昌 我都叫他金牛 为什么金牛 不是贬义他 他资源太多了 不得了 副院长资源多少 他也是最有名的莱猪立委 莱猪副院长 对不对 民进党里面其实最嚣张跋扈的一个 他也是其中一个指标性人物 那今天如果蔡壁如能够在最最最艰困的 台中最艰困的蔡壁如那一区 那个选区把蔡其昌打下来的话 国会就是大胜 所以因此我回头讲说 你现在要去抓年前 短期政策说真的 我觉得可能效果也有限 但你做冲突管理 我觉得是一个切入的路径 确实来上这 这想讲很好 我所有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要注意一点 现在在所谓政党票 总统票跟立委票 我觉得在蓝营当中 普遍会认为团队当中都赢 我觉得老人都会觉得 这些票连在一起 可不可以告诉各位 中间选民 我现在讲中间选民 从40岁到20岁 为什么这样来算 因为就是说 现在已经民进党执政 超过8年10年以上了 这20年的变化 就当年20岁 现在就是40岁 他们对于政党投谁 总统选谁 立委支持谁 蓝白绿可以完全分开的 这才是现在有关于整个选民的 这个真实的状况 这也就是确实说 所有对来蓝营的 争品的策略要分离 刚刚志祥讲的事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